北斗卫星为何让日本人称之为全球第一 北斗女神又是怎么解释的呢 导航卫星是电子设备与交通运输工具 获取位置信息所必须的 中国的北斗卫星作为后起之秀 却发展迅速 让外媒直言 北斗在导航卫星领域已经独占凹头 据日本媒体8月20日报道 中国开发的运行卫星数量 在2018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 并且在130个国家首都上空 一天中可观测到的北斗卫星数量超过GPS 中国制造的用于自动驾驶的智能手机和接收器 也在迅速增加 中国扩大空间基础设施网络 并在位置数据业务方面 处于领先地位的目标 已经变得更加清晰 在数量上 随着北斗三号全球网项目的实施 截至今年6月份 我国已经发射了46颗北斗导航卫星 并且至少有35颗处于常备使用阶段 而美国的GPS为31颗 另外俄罗斯格罗纳斯为24颗 欧洲加利略为22颗 这也让日媒直言 中国的导航卫星的发展已经超越了美国了 那么北斗卫星相比较GPS的优势又体现在哪呢 80后北斗女生徐颖就用过一个例子给出解释 大家都看过鲁滨逊漂流记吧 如果有一天一个人漂流到了孤岛上能怎么办呢 如果这个时候他选择的是GPS 他只能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 无法通知别人 所以他还是只能在荒岛上求生 如果用的是北斗系统 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他不仅可以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而且还能够把位置发送到几十公里 几百公里之外的人 相信我 如果你选择了北斗定位系统 你很快就可以在救援船上 和你手持GPS的小伙伴说拜拜了 这些话是徐颖在给中小学生们 进行科普知识演讲时 介绍北斗卫星时举的例子 很直白地说明了 为何北斗相比GPS更具有优势